2024年2月,由贾玲指导并主演的电影《热辣滚烫》在中国内地上映 电影中励志减肥的故事激励着众多暧昧人士 随后,一批打着贾玲同款旗号的商家未经其同意将贾玲形象用于广告宣传 贾玲速称,2024年4月,其发现安徽某某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在公司生产的名为贾女士黑咖啡的包装上印有其肖像 被告误导大政,造成原告为其代言的假象牟利 贾玲指,被告利用她的肖像价值吸引用户前去消费,进而获取商业利益 却是以损害她的许可权以及损害其肖像权为前提 此种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她的合法权益 法院作出判决,安徽某某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停止侵权 不得再生产侵犯贾玲肖像权的商品 向贾玲公开赔礼道歉,赔偿贾玲经济损失10万元